全迷信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建屋 其实没工作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是会睡个懒觉 然后在家里起床之后 发会呆 然后看看片子 看看书 有时候我自己会出去 看个电影 自己逛逛机买买衣服 然后自己会去吃东西 我自己经常会坐在马路边喝酒 然后到晚上 一般晚上我都是会去训练的 就是去练柔术 一般晚上的时间都在训练中 我是特别喜欢在马路上喝野酒的感觉 而自己或者是两三个朋友 然后买买啤酒啊什么的站在马路边 或者随便坐在什么地方喝喝酒 觉得现在应该没到那种不能在马路边喝酒的程度吧 如果不能在马路边喝酒 我应该会非常郁闷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 其实脚踝以下也没有不满意 也很满意 但是脚踝以上是非常满意的 小腿啊 然后肩膀手臂啊 还有脸啊 这个柔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打的还是比较猛的 柔术主要是靠身体控制和降服 然后我们每一个翻每一个摔每一次过腿 然后每一个齐承和推拉的位置都会有拿分 正常柔术主要是为了降服 降服对手的降服就是一些关节剂 然后和窒息 但是我打比赛的时候 一般比赛都打的比较稳嘛 所以我们主要是拿到好的体位 拿到好的身体控制位置 然后靠比分跟那个获胜 所以说比赛看起来可能没有平时训练那么精彩 因为打的都是特别稳 大家都不会用很花哨的技巧和很漂亮的那些降服技术 大家都是主要是以压和过腿为主 像什么服务员啊 然后餐厅的KTV的服务员都做过 还做过那种探掌啊 你知道探掌吗 就是给烤肉店烧炭的那种 然后我还有卖过运动鞋 然后我还做过那个电台的一些电台里面的电话编辑 然后我还做过朋友家那时候工厂的那个化验员 也不是化验员 就算是学徒嘛 跟着跟着师傅在那边的舞台 我跟许卫说我没把它当成女的拍 我拍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时拍摄的时间也很紧嘛 然后导演这边都会催说抓紧拍啊 赶紧拍好这场要过下一场 所以当时也没想太多 就想把当生小戏给演好 不为人真的是有一天我感觉是蛮有意义 蛮搞笑的事就是我在庆祝18岁成人礼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朋友帮我一起庆祝成人礼嘛 结果过完的发现我那年才17 有时候我特别想记住的事 我基本上都会忘掉 有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 可能已经忘记过很多次 已经记住过惩罚了 但是我这次想啊 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但是还是会忘掉 还有别人不知道的事 就是我自己会经常走很远的路 比如说可能在外边忙或者工作什么的结束了 有时候可能就步行回家 近点可能三四公里远一点 十公里九公里以为走过 我就很喜欢自己走在街上的感觉 到处看一看 看看不同的人 看看每天都变化的这个城市 马路上的车 喜欢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本身 应该是没有什么记性的 不管什么种族啊 性别啊 什么的这些记性应该都不存在 就是在爱情这件事情面前 我觉得所有的真爱 所有真正的相爱都应该是被大家祝福的吧 快 你要放我下来 叫上老公吧你放下来 放我下来 叫不叫老公 叫老公吧你放下来 快放我下来 早上就不跟你来了 你还开始让我爬楼梯呢 你还开始让我干嘛 我这样子就做了 快 你怎么打我蛋呢 我希望你能给大家看 你还在想 一个人 感谢观看